在颁奖礼上除了所有的表演都观赏性超强之外 奖项的归属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说到今年的这个颁奖礼呢 包括最佳男女歌手音乐录影带 最佳流行音乐录影带 在内一共颁出了17个奖项 哦对 今年还特别新增了一个奖项 叫做最佳夏日音乐录影带奖 虽然说最后的结果看起来难免有一点点分猪肉的嫌疑 但是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呢 反正也不影响我们观众观看的热情 所以何乐而不为呢